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你就把它围起来这样子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男生 那个Irene可以先弄一下嘛 所以我们可以先把它弄成一个长条形 然后之后在自己的身上 可以这样子把它围成一个圆圆的这样子 那至于你要一边短一边长 还是两边一样长 这个可以随着每一个男人的风格不同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二样 就是一长一短我觉得比较好看 这是娇男生 那当然这女人也可以使用 那第二个就是棒的 就是你可以把它交成在一起 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你的围巾 把它对折 对折了之后再把它放进那个洞里面 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有提到 不管是A还是B 我们为什么提到要跟你的身高 至少要像你的身高这么高 这样子才有办法会有一个垂坠感 那我相信这个是每个男人都可以去操作的 那第三个就center centerABC的C center 那center基本身的话 就是说你在穿西装外套的时候 就这样挂的 并且他很帅 最主要这个是一个身 绅士的搭配法 挂着之后还有他的技术 就是说最好能够在外套跟西装的里面 好看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产生出一个 非常高而帅的一种方法 那到冬天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有开party 对 对 这种时候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好看 男生 哎呦男生简单 就这三招了 对就这三招 那女生我觉得要精彩度高一点 对对 好 那女孩子我们今天会介绍几种 一个是大围巾 那第二种就是说如何 我们的外套还可以当围巾 那第三种就是很重要的 我们可以当头套 头 头 头巾 好 头巾在风很大的时候 那我们的围巾要如何 可以变成是服装 这个她也可以注意的 那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 Irene怎么用大围巾 她要怎么弄 她才不会看起来像 像披床单出来 对 像披床单 还是把棉被给弄出来 好 这也像床单 这也够大条了 你知道她这个就是床单的size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Irene她会开始使用 第一个你要把你的围巾 大概先稍微斜折一下 产生出一个三角形的感觉 那现在你就从后面往前批 所以还没看到直播的同学 还是未来你就可以 再回来看一下 那围巾会有几个好朋友 第一个就是腰带 我觉得一定要善用腰带 因为腰带是帮我们把大围巾 把它变得很有立体感的 一个好朋友 好看啊 所以你看一下 这个就是围巾腰带 那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 腰带请问一下 一定要大腰带吗 那要看人啊 你的腰要很长 像Irene这样可以用大腰带 那如果是你和我呢 还好你有讲你 对对对 本来是讲你 我现在正好在交上我 就是我们如果那个腰带太宽的话 我们的腰大概就不见了这样子 对对 那这个是一个方法 那这个是把我们一整个腰都把它给铲起来 可是如果你的腰不是比较细的人的话 那你就说可以你的腰可以铲一半 所以我们现在再看一下Irene来示范另外一种方式 这么乍一条啊 可是对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可以用 还是在交友的时候 我们都只会对折 没想到你会这样折法 所以大家可以来看一下直播 因为有时候很难讲得很清楚 所以你看哦 他现在这样披起来 本来看起来不怎么样对不对 对啊很不怎样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他很像那种苏格兰这样子 然后披一半哦 可是他一弄起腰带来之后 就会完完全全不一样对不对 哦 对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围巾的另外一个好朋友 就是我们的发夹 或者是如果你有夹式耳环 这个都可以使用 像会有些围巾他会跑下来 所以我们现在注意一下 我的同事Irene 他现在就用发夹 这个是他的发夹 他就夹在他的衣服跟围巾上 是不是就变得非常的可爱 对 对 这就一点点巧思对不对 就可以贴好几件衣服了 对 这个就很不一样 所以第三个我们来试一下 第三个如果是男性朋友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打开来看 这个是一个很有层次感的一个三角巾 那这个很适合我们冬天的时候的大围巾 它基本上就是在你的前面围成一个三角形 可以是薄的 它也可以是厚的都可以 那你如果没有围好的话 就会像是小孩子围兜兜一样 可是围的好的话 我觉得绅士淑女的样貌就会出来了 所以如果你现在的围巾先把它弄成是一个 就是小朋友的那个 对 就把它弄成是一个三角形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Irene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刚提到的 你戴围巾绝对不能像是铺床单 很平 因为当你很平的时候 我们刚也提到胸部也平掉了 然后肚子会出来 你的鼻子也会被平掉 所以你现在注意一下我同时Irene 她现在把它变得很有立体感 那Irene可不可以让大家看一下侧面 因为如果你现在的肚子大的话 你的围巾的侧面的一个宽度凸出来的 它需要比你的肚子还要凸出来 那你这样肚子就看不到了 因为她只会看到围巾不会看到肚子 那有人问就是个子比较小的人 对 这种大围巾会不会整个都看起来更小了 那你就要用宽配窄 这个我等一下我会讲 还是厚配薄 这个技术都非常的重要 那再来是Irene 好立体啊 很好看对不对 超美的超美的 那再来我要示范 衣服要怎么当围巾 衣服可以当围巾 我觉得衣服当围巾非常非常的棒 衣服也可以当围巾 等一下等一下 这个很重要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好不好 我们先进完广告之后 持续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们直播还是持续进行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衣服也可以当围巾 我们要现在示范吗 对呀 衣服也可以当围巾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衣服当围巾 像我们会有会有些衣服 可能你好像觉得它有一点小破洞 还是小孩子的衣服 都可以拿来当围巾 我们现在看一下Irene这个 大部分的人我们的衣服要披在身上 都是把我们的医生放在后面 对不对 那我觉得这个 我们确实可以把它反过来 把我们的医生放前面 然后之后你看这是不是很可爱 好可爱 就是感觉不出来它是衣服 对感觉不出来 所以我们在过去比较会像是个运动风一样 就把它放在后头 其实你是可以正好相反过来的 对运动风都放后面 那个我会 对对 就会不一样这样子 好来 那我们再看一下一个 头巾 只有这个衣服能够适合 对不对 其他衣服可能不适合 衣服当围巾的话 一般不要太厚 对对对 我觉得衣服常常都会有残余价值 你知道 就是说它残余价值之一 就是把它当围巾 如果它布料还很好 其实它有些服装布料还很好 也没有破 只是我们身体长胖了 它穿不下去 你这种时候就可以当围巾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头巾 我真的觉得头巾非常管用 我们现在看一下 Erin的一个示范 所以大家可以耳朵听我说 眼睛可以看Erin 我们现在看一下她当头巾 我们知道她有时候 她外面风大的时候 当头巾非常的重要 可是我们现在看一下 她是不是当起头巾来 非常的可爱 那问题是 她室外室内皆可用 看一下 她打就打一半 然后她没有全部都包起来 包起来就很像 好 穆斯林叫 可是你现在注意一下 Erin来 你现在把你的头巾拿下来 你看一下她把头巾拿下来了之后 它又变成是围巾 然后可不可以看一下后面 后面其实很可爱 好可爱啊 对 对好像一个帽子一样 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用 像有很多朋友们会用其他方法 就把头包起来 可是到室内之后 对因为像毛毛雨的时候有没有 对 可是到室内的时候她整个就乱掉了 这样子 对不对 好好看啊 真的超好看的 对 那再来 围巾当衣服 围巾搭衣服 当衣服 就是把围巾变成是衣服 这样子 哦 嗯 好 我觉得围巾当衣服很好用 可是待会很想 待会很想看你的那个毛毯 好啊 我待会看 我让大家看一下 看你的毛毯 好 我们看一下围巾当衣服 围巾当衣服 一般你需要一个比较大一点点的围巾 就是薄的跟中厚都可以 不要过厚这样子 那 后来我们现在先看一下Irene 好好好 围巾搭衣服 好 我们持续跟我们陈老师来聊一聊 到底要怎么样那个 用这个大围巾穿出我们不同的风情 我刚看Irene 我都着迷了 你知道吗 他现在是用这个大的围巾来当衣服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他做示范 可是你可以眼睛看Irene示范 然后你的耳朵可以听我说 我觉得在打围巾的时候 你基本上可以大略分为 你是横的打法还是直的打法 那什么样子能适合横的打法 很瘦的人 还是脸比较长的人 像我的脸是长的 我都比较属于那种马脸这样子 所以我的围巾就可以用横的打法 那你如果脸比较大 比较圆 那你就会适合比较直的打法 那比较直打法的人 譬如像如果你肩膀很宽厚 那如果你希望看起来比较高 比较瘦的人 你就可以用直的打法 天啊 这样东搞西搞 前面转后面转了 我头都晕了 所以没有关系大家要有些耐心 所以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Irene已经把这一件 那个大的披肩穿起来 好所以大家赶快打开看一下 你看她这个披肩 她就这样穿衣服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美 对可是这好难啊 不会啊 我们待会可以再回播 我们看一下这样就多了一件衣服 好那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带来的图片 这就是横的打法 横的打法就是 在你的脖子的上面 大概都是在我们的胸膛之上 好那它会让我们的脸 看起来比较丰满 那事实上 如果脸很圆很搭的人 就要避免这种打法 那你如果能够让你的 长度再稍微长一些些的时候 你就会看起来比较瘦一些 那当然希望自己的脸再瘦一点啊 那可不一定啊 像我脸就太瘦了 那你就多打几圈吧 我不看一下 我来帮你示范一下 多打几圈 好来 这是我给大家看的另外 这是直的打法 它越直 越直越长 你看起来就会越高 对 可是它其实是有条件的 你围巾自己本身不能太粗 如果你围巾非常的粗 我现在把我手把它伸出来 你如果用两个拳头 一起把它并起来 如果出于两个拳头并起来的话 那你其实打起来完全没有瘦的效果 它不管怎么长它都不会瘦 所以不要大于这两个拳头的宽度啊 对 这个非常的重要 这样子 这个是横的打法 一个是直的打法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 一个是松的打法 另外一个是紧的打法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其实围巾自己本身 如果它很松 如果它很松 松的打法 它都会让你看起来比较温柔 让你看起来比较放松 那比较紧一点的打法的话 它会让你看起来会比较干练 像这就是比较紧的打法 那说实话 我觉得围巾真的是要配合一个人的一个长相 譬如说 常常我在演讲的时候 还是我在课程上的时候 我就看有非常多人 它围巾会直接把它披得像平单一样 可是 平单 对 可是我觉得对于有一些人 就是他是个很帅气的人 他是个很帅气的人 他就可以用紧的打法 像我现在的示范就是 把你的围巾拐得像麻花一样 譬如说 我现在就打在我自己的身上 那我现在要打方法就是 松紧并济 刚柔并济这样子 你看一下 我这个在家里没有练习过 可是我让大家看一下 就卷一卷而已啊 对 它卷一卷 可是这个是紧的 代表我很干练 然后这个是松的 也代表我很温柔 对 好看 随便卷卷就这么好看 其实它从某一个程度上 它可以 那你的床单呢 有 我的床单 真的好大一条 对啊 这个很 这是纯开饲养毛的一个床单 是我在冬天的时候 看电视的时候用的 然后我有时候出来吃饭的时候 我就会直接弄 那你现在看一下 像我现在示范就是个错误示范 就是嘛 我们是不是会有很多人 大概就这样子 对 那它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 把围巾当成是一个平单床单般的使用 对 那你再用这个时候你可以这么做 你弄了之后可以把下面的把它拿上来 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就来制造出一个比较有曲线的 不要这样 是不是就不一样 对不对 那我们常常在冬天的时候戴围巾 在戴这种大围巾 我就看到很多的女孩子 你就是围巾就披着 然后手也挂着 对 这样看起来会很没有精神 其实你在拿着围巾的时候 你的手可以放在这里 放在胸前吗 不然放哪里 我只是觉得你讲那个胸子的时候 听起来还蛮胸部的 就放胸前 没有大概就是放在这下头 然后这样子的时候 它可以制造一些一些 比较是三度立体空间感 它也不会整个人全部都下垂 那你当然在拿的时候 你的手势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你不能这样握着它 它就把我看 你的手势可以稍微弄一下 好 自己很高兴 我都不用称赞它 它就可以自己高兴成这个样子了 好 那你刚刚讲有一些好朋友 对不对 所以可以搭配一下那个 那个 那叫什么胸针 或者是别针吗 有 来 我带一些胸针跟别针过来 就是 如果不太喜欢在衣服上面的话 我觉得这个都是在围巾上面 很好用的 像 那这个话 基本上它基本上 它就是一个发夹 就是这个发夹 它都可以当围巾 然后说实话 我觉得别针 就说文具用的别针 文具用的别针 其实还蛮好用的 然后我现在另外的这个是耳环甲 耳环甲还是围巾很好用的 那待会来跟我们示范一下好不好 因为有人讲 就说那我高矮胖瘦 然后我里面是花的 外面要配什么 可以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围巾 也是双色 我就在你身上 就是双色 对 现在很流行这种双色 而且你看你的颜色都好多 可以 可以 还有 其实这个 这真的是我的罩门 就是 我们来讲搭配好了 对 讲搭配 因为这种我觉得穿起来就会很胖 我就很害怕这种毛线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分享更多 对啊 因为我觉得这会比较那个 可以 我拿你来当搭配 正好 正好这个可以配在你身上 会变胖啊 不会 不会 完全都不会 变得很壮 跟何况很那么瘦 你少来 所以有一些 切毛线都蛮好看的 对 我比较怕毛线的 对 毛线那个毛要很好 不然就很容易过敏 这样子 你看这年纪有点大了 也很好看 对啊 不然的话会沾毛这样子 所以朋友们看一下这个哦 围巾如果花配花的话 基本上就会 错误率就会比较高 哦 花配花 所以如果能够花配素色 譬如说 花配素我们知道了 我现在看一下这个花配素色 这样子 嗯 Erin都不会有NG的啊 Erin 你会不会有NG的 还是人美都不会NG 人美怎么铺上去都OK啊 哦 不 真的吗 所以我的美丽都是无数的练习 哦 然后之后就是变成是你的习惯 所以美丽就是骨子里所散发出来的清炭号 美丽素 嗯 对不对 持续不断的练习 对啊 美丽是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跟你讲 有些那种批的不好 真的很像青家母 对 对 像我刚刚说 你如果披子的时候 你的手 你还在下面的话 18岁的人 他也会看起来像青家母 哇 那不行 那不行 对 所以他的立体感 再加上我们的手 一定要出来这样子 嗯 好 好 我用这两个来做搭配 所以今天是 是特别是 Erin会穿黑色的 对 因为 因为他会示范给大家看 哦 对 这让我看一下 这不是你们家的那个那个铺桌子的桌巾吗 对 哈哈哈哈 其实 其实围巾自己本身哦 如果 如果你不喜欢他的话 他来当当桌巾其实蛮好感 你看我这样就很像青家母 对不对 好 所以就是需要有 需要有立体感 就很随性这样 对 对 他的活泼感才有办法可以出来 嗯 好 就厉害 嗯 其实围巾当裙子是很好的 围巾当裙子 对 对 围巾自己本身当裙子是很好的 我自己本身就有一条很很类似这样子的厚的围巾 那我就会把它围在我的这个裙子的前面 然后我的前面就会弄一些呃别针 嗯 其实是呃文具的别针 哦 就是在这前面弄非常多的别针 我觉得他效果还蛮好的 嗯 围巾当裙子 你怕冷吗 我不会胖冷啊 还是会造型 嗯 就是 嗯 觉得每次带都这样子 想要带一下不一样的样子 嗯 好 好 好我们持续要跟陈丽清 陈老师来啊 问一问啦 因为有很多人讲说啊 在搭配的时候 很担心就是变得一只熊 或者是变得很厚重 所以我们的生矮呃高呃身高啦高矮胖瘦的是不是也有一些那个呃选择啊 因为刚讲过了就是有花不要搭花对吧 花不要搭花 素的搭花的 嗯 对素的搭花的啊 嗯 然后呃围巾如果能够用一些对对比色 嗯 或者是质感的对比哦 你的立体感才有办法可以出来 譬如说我现在的一个示范哈 嗯 像呃我现在就找了一个图 嗯 这纯黑色的服装 嗯 嗯 他现在橘色的围巾 他整个看起来就会非常的亮丽 嗯 这样子啊 嗯 那呃如果说我们刚刚有提到 就是呃比较呃个儿比较不高的人 嗯 对 你看到秀源来就说他个儿不高 哈哈哈哈 你知道就是如果比较不高的人的话 嗯 他围巾像我们有很多围巾都很多毛毛 对不对 对 那他身上穿的东西千万不要太厚 哦 对就是你要有厚配薄 嗯 那那我觉得这个是个儿不高的女性朋友们 嗯 他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围巾把我们的的脖子给给围起来 其实呃他保暖度是很大的哈 嗯 那我们在杂质上会看到厚的配厚的 这只适合非常高的人才有办法这样使用 哦 所以如果比较个儿小的不要配太厚的 呃他可以配厚的 可是他身上穿着需要是薄的 哦哦哦 对 那还有就是说如果他围巾很大 嗯 对不对 嗯 那我们打起来就很大大一坨 对更大一坨 对不对 那你身上穿的就要是窄的 哦 像秀源刚刚他来了嘛 对不对 他如果披我们的大围巾的话 哇他披起来一定上面就变得很大哈 嗯 所以他就不能再穿宽管裤 嗯嗯 他下面他可能要配载管裤 哦 那可能再配个马靴哈 所以围巾跟马靴他为什么是个绝配 绝配 因为大部分在秋冬时候的围巾 你弄起来都很宽大哈 可是你的 然后马靴就缩下来 对对 那这个东西就是宽配载这样子 嗯 那我我现在我要帮韵芬配一条围巾哈 这条我很怕啊 因为看起来就很就很就有人说又大又厚的毛巾 那你知道怎么弄我可以这样弄吗 对啊 你看吧 Irene配就美啊 好 可以 哦 那个那个在你身上会有些困难 可是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看一下韵芬身上的啊 他他现在穿的是一件薄的丝直的衬衫 那上面有呃很多花的图案啊 那你要配围巾的时候 这种时候反而比较厚一点点的就可以配在他身上 譬如 呃我们来稍微比一下就好了 哦 我戴个耳机 嗯 对 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下 譬如 嗯 诶这是围巾啦 对对对 这样子他就会不难看 可是我们想一下 不难看 人家以为你是很好看 我是不难看 我跟你讲 还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这样子 哈哈 诶是真的不难看呢 没有没有 事实上蛮好看因为这东西就是后配薄 哦 后配薄 后配薄 对所以如果韵芬现在身上穿的是比较偏厚的话 这个时候还就没有办法可以配 那Irene套一下咯 对 看是不是非常好看 对 你看一下哈 这就后配薄 诶他就很随意这样套啊 对他就很随意 然后最主要是要把一个立体感把它给抓出来 嗯 我觉得围巾哦 嗯 我觉得围巾是世界上最用你的灵气来穿着的 对 他要用你的精神 用你的感觉过来穿 你知道吗 其实像我们在网路上常会学到很多围巾的技巧哈 其实如果我们只是照着上面技巧做的话 你常常打出来的围巾会死死的 对 其实围巾最主要是能够打出围巾的活泼度 诶那不是说要随性吗 潇洒吗 呃 潇洒随性 如果你没有打好的话 那个东西叫随便 哎 对 就一线之格 对 然后围巾很有趣啦 当你今天打得好的时候你看起来很有精神 可是你打不好的时候看起来会很累 对 对因为围巾它是向下垂的嘛 嗯 那向下垂就会有地吸引力 嗯 对吧 好 所以我还是觉得围巾在打完了之后 到最后还是很重要就是你一定要照全面镜子 嗯 特别如果说你的品味还没有被训练起来的时候 造完围巾一定要照全面镜子 才有办法知道它围巾的大小 它的蓬松度跟你的整体造型有没有办法可以配合 这样子 诶那我很好奇 那种桃红色的 你让那个啊 Irene 对 它可以怎么样的那个啊 好来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它是双色的 双色要怎么那个 对 来我们看这个都是围巾的变形 嗯 它有一些围巾自己本身 嗯 呃就是一件服装 哦 哦 可能它会有 它是可以穿的啊 对 它有袖子 可是你们现在注意一下Irene的这个哦 是不是代表我们的围巾自己啊 折起来的时候 如果用别人把它憋起来 就可以憋出一个袖子 哦 所以 所以这个是今天戴这条围巾来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嗯 所以大家看一下 相同的就我们刚刚说的 一定要很蓬松 嗯 哦 然后看一下Irene的手 嗯 你看一下她手在细围巾的时候 大的时候 你的手就是不能垂下来 就是要像她这样子 你刚刚说的就要放在胸前 放在胸前 那即使很年轻美丽的 她如果整个手都放下来 你看是不是看起来就没精神了 嗯 18岁以为看起来像是 真的也差很多 对 会有亲家母的灵魂 嗯 说说说 手握好 手握好 哈哈哈 我觉得 我觉得这是戴围巾很重要的 嗯 还有因为我们在都快圣诞节了嘛 对不对 像很多人要参加晚宴的时候都会戴这种大围巾 嗯 我觉得台湾是这样子啊 我们常常都玩礼服不知道要穿什么 就会用一个比较豪华一点的围巾 对对对对 那你那时候的首饰 还有你的围巾能够让它蓬松 这两样一定是需要练习的 嗯嗯 哎那就看到了那个还有 哎我们今天今天带来都用完 现在双色真的好多 有有 双色的会比单色的好吗 呃 我觉得不一定的 不一定啊 并且当你今天用双色围巾的时候 你还需要注意到它的比例 嗯 我觉得这个都是呃 每一个人不一样 可是我一建议大家 我觉得围巾是你可以花钱去采购的 嗯 啊 那所有花围巾可以去采购 因为因为真的围巾它就在我们的脖子 你知道吗 嗯 所以如果说它的材质好的话 嗯 对 我觉得一个好的围巾会让你的皮肤看起来很好 嗯 啊 然后第二个它要非常的舒服 嗯 啊 那还有我们刚前面提到的 这围巾真的要常洗 嗯 就很多人觉得啊 围巾材质这么好 所以我就一起洗一次就好 甚至没有洗明天就把它拿出来 嗯 因为我们的围巾就说 嗯 我们会常常会污住嘴巴嘛 对对对 所以会有 现在是因为戴口罩 如果以前天冷的时候 我们根本都可以把它围起来 对 所以它细菌其实很多 你知道吗 嗯 然后你 就说 呃 你现在人在外头 嗯 嗯 它会有一些灰尘什么东西 你又把它污住嘴巴 嗯 所以不但是你嘴巴的口水的 的细菌会出来 嗯 你外面细菌它也会进来 好 所以我觉得保持围巾的干净是很重要的 好 今天已经教大家看怎么样来做一个变化 刚刚提到了就是那个 哇 圣诞节的时候大家都更紧张了 就不知道该怎么搭配 可能那时候你还在教我们一下 怎么红配绿啊 配得要很漂亮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了 而且今天那个Irene 我觉得人美真好啊 就什么搭都怎么样的漂亮 不过就是窄的搭厚的 这个很重要 大的搭窄的 然后薄的搭厚的 这个原则也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请让我讲一句话 真的不是人漂亮 怎么穿都漂亮 那是技术好 好技术好技术好 美丽是无数的练习 谢谢曾老师 平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